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1月20号周二 欢迎大家来到疯狂华尔街周二的盘前分析 那么今天呢 我首先要来回顾一下 我们已经进行了超过两周多的市场交易 全年的表现 哪一个是涨势比较好的板块 哪一个是跌的比较多的板块 我们可以做个总结 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节目 来分析一下近期股市啊 未来的展望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涨幅最大的应该是silver silver是白银 然后是黄金啊 黄金 然后是biotech 大概涨了五个percent 周五的时候呢 biotech再度来到前期一个高点 但是我觉得biotech还是有它的一个泡沫 但是市场的资金呢 纷纷在追逐这个品种 跌幅比较大的是原油 这个大家已经知道 然后是oil service 因为为什么oil service会和原油一起跌呢 主要的原因 我相信大家都不言而喻 因为油价的下跌会造成产出需求的减弱 包括 SLB这家公司呢 也宣布裁员非常大的一个人数啊 这个所以对整个行业行业 原油行业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还有一个板块呢 是银行类 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跌去接近10个percent 花旗 美国银行 JP Morgan他们的业绩爆出来都是比较糟糕的 同时Goldman Sachs 他的业绩呢 也是出来以后呢 下跌了啊 虽然有所反弹 但是这个带动整个的brokerage 也就是投资和经济行的这个行业呢 本周 这个月呢 也出现一定的一个跌幅啊 那么这个月呢 我们要注意的呢 就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济事件啊 经济事件 首先是周三的啊 这个量化宽松啊 欧盟的量化宽松到底有多大啊 虽然这个欧盟主席啊 欧洲央行主席在周末的时候表示这个欧洲央行啊 将会推出比较合适的啊 或者量化宽松 推动了这个欧洲股市连续三天的上涨 但是到底有多大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以及对美元的走势的影响 我们都会来待会呢 随后分析 投资周日的这个希腊大选 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如果左翼党派获得足够多的选票 将会使得这个希腊退出啊 欧盟的这个呃 这个步伐呢 加快 最终导致这个欧元的collapse 那么这个对啊美元 对全球股市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从很多的经济数据已经可以看到啊 已经可以看到呃 美国的deflation的pressure 来自于欧洲 来自于中国啊 原油价格为什么跌那么多 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需求 包括商品期货呃 同等这方面的需求大幅的一个减少 所以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呃 中国股市啊 在周一的时候呢 是暴跌了7.7个percent 应该是创下了呃 最大跌幅当中的呃 一个是应该说前七位或者前啊 多少位啊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形 其实我觉得啊 在中国出台政治的啊 经济的措施之前呢 我们投资朋友其实也可以端秒一下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呃 这个chart never lies 就是啊 图形啊 从不说谎 在看我们节目的大多朋友的都是对啊 股市非常active 的 所以呢 大家都想赚钱 但是啊 怎么去赚钱 哪里获得information 我想看我们节目的有两类 一类是股票的老手 一类是股票的新手 股票的新手呢 他们不是特别啊 理解这个股票的运作 股市的老手呢 可能看我们的萌道啊 所以呃 有一些朋友不会看我们节目 就是呃 对股市没有兴趣 或者现在position啊 没有的 或者啊 这两类朋友是不会看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些观众群呢 还是非常的固定的 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呃我没有没有中国股市的这个 没有特别发落 但是我可以从这个图形上来看 的确我们走出了一波啊 双顶的一个行情 那么在前期也就在周四的时候 我们应该考虑减仓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呢 就是relative strength这个指标呢 是一个顶背离 而且是冲击全期到高点 这个第二波的时候呢 央行出台或者说证监会出台了一些政策 使得股市下跌 我觉得股市的下跌有几方面 一方面是技术上的一个原因 因为真正看图的人一看到这个图形的话 他就明白了啊 他就会适当的减仓或者相当力度的减仓 使得这个自己的仓位呢 有所减少 好 呃另外呢一种恐慌的情绪 所以这两股力量加在一起 我们看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个 呃不断的一个加速下跌的一个过程 那么呃我还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picture 就是呃因为很多朋友说 哎中国股市去年涨了非常不错 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不是有那么好 我们相信啊肯定不是这一回事 因为我们全球的commodity 整个的商品期货不是这一个价格啊 不是这一个价格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什么意思 全不是这个价格 意思就是说全球商品期货的需求的价格的下跌 暗示着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在衰退当中 他们需要一种新的一个种经济模式转向消费啊 但是这个消费需要很多东西 包括政府的协助啊 那么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要推出很多福利的计划 养老的计划来让民众啊 有这个呃胆子去消费 因为如果说医保或者退休没有足够安稳的话 所以这个整个的transition 整个的经济转型也需要十年 需要非常大的一个patient 那么我们现在上岗的动力在哪里 如果我们看月线图的话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3500点附近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区 如果这个压力区突破的话 那么这个股市真的是要冲向5000点都是没有 但是我们的这个呃本身的催化剂在哪里啊 如果没有这个催化剂这个股市到3500点迟早要跌的啊 不管是央行出不出台不管是有没有margin account所以我觉得不重要 下面呢呃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纳斯达克啊 纳斯达克这个呃图形就是纳斯达克在周五呢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反弹 我就不举这个s&p500或者说呃这个道琼指数我想举s&p500这个案例 那么s&p500呃纳斯达克呢在周五这个反弹呢是不能说让我意外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啊这个纳斯达克在前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线压力 趋势线支撑反弹 第二呢我们一些shorts一些空头呢 在周五的时候他愿意平常啊 一方面是可能长周末一方面是技术上的点位 所以引发了我们周五的上涨 但是这个上涨并没有伴随很大的量 另外一方面我们并没有走出一个短期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今天呢呃下面呢 我想请啊请我们的这个前方记者来回顾一下 今天节目顺序有点变化前方记者和J的啊一个分析啊 我们来看两个片子顺下呢 我们再来呃让Tesla跟大家讲本周的一些重要的盈利呃 季报比如说周二的IBM啊等等啊 Netflix这些业绩的情况啊 同时呢呃希望大家回来以后呢 我再给大家讲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品种 我觉得ready to break out 好好吗谢谢 今天的美股在早盘时是小幅的上涨 随后收到油价的上涨带动呢 美股在五盘时大幅攀升能源板块领涨 收到瑞士央行取消欧元对瑞郎汇率下线的影响呢 多家外汇券商公司今天遭遇了黑天鹅 美国最大的外汇交易平台福慧交易代码为FXCM盘前的是暴跌了88%至1.49美元 该股当前已经停牌 福慧目前正在展开一项谈判 希望呢从Jeffrey集团筹集到2亿美元左右的基金 试图网救公司的破产 福慧目前表示 在瑞士央行决定取消瑞士法郎对欧元汇率上线之后呢 客户的账户是欠款2.25亿美元 而瑞士法郎汇率的上涨呢 也是令客户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大家好 美股在周五的盘时当中 我们看到了三大指数低开高走上涨收盘 当天的行情呢 可以说是令人兴奋的 那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呢是买气 尽管各指数低开 但是在买气的带动下 守在日内高点处 同时也与上周五的下跌盘式呢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对于这次长周末来讲 投资者还是愿意隔夜持有手中的股票的 这是比较正面的 其次就技术上看 市场的看点呢 是标普能否再次回到2000点的上方 那么在周五的盘式当中呢 我们的确看到了 技术上也给市场释放出正面的信号 看得出必要的时候呢 多方是不会把这几年的努力拱手让给空方的 对于本周二的盘式来讲 短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上涨行情的延续 目前2000点起刷的行情呢 频繁的出现 那么我们暂时认为这是一个震荡式 操作上呢 我们依旧是采用低吸高抛的这个原则来进行短线上的一个操作 大家好 我是Tesla 今天我们要讨论四部分的内容 2014年最后一季度涨跌幅最大的板块 欧洲央行会议和希腊大选 美国各大指数的走势和中国上证指数的走势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 2014年最后一季度涨跌幅最大的板块 涨幅最大的板块要属黄金 白银和生化制药板块 跌幅最大的板块是石油和银行板块 在去年四季度黄金和白银已出双底 1月12日至1月18日 受瑞士央行意外宣布取消欧元对瑞朗下限影响 市场避险情绪迅速升温 贵金属价格出现剧烈波动 其中黄金上涨3.97%至4个月的高位 收报1272.22美元一盎司 白银上涨6.11%至16.52美元一盎司 勃金上涨2.83%至1265.5美元一盎司 2015年1月主要经济体数据竞险疲态 受此影响 金价自1220美元一盎司一线 逐步攀升至1240美元一盎司附近 周四瑞士央行意外宣布取消维持欧元对瑞朗汇率的下限 瑞朗对欧元几段时间内上扬超过40% 当日瑞士欧洲股市暴跌其中瑞士股指下跌10% 造成1270亿瑞朗的市值蒸发 上述黑天鹅事件引发会是剧烈波动 多个机构投资者一夜之间出现巨额亏损 市场避险情绪迅速提升 推动黄金上涨于31美元 本周金价呈现突破后快速上涨行情 在成功上上突破下行通道阻力位1220美元一盎司一线后 金价快速上扬至通道上方阻力位附近 在周线上看 金价在1300美元一盎司以及1400美元一盎司的位置 都将遇到重要压力位 能否进一步上上突破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生物制药板块表现良好 虽然近期大盘大幅下跌 这个板块依然走势强劲 其中不乏表现突出的个股 像Juno和Blue这样治疗癌症的股票 更是在近期的医药股上涨浪潮中有突出的表现 自去年6月份以来 油价跌幅已经过半 与此同时需求依然在减速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2014年全年GDP增速减缓至7.4% 创下199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而上周美国各大主要银行 公布了第四季度的数据 大多数银行的数据都远远低于预期 像花旗 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 股价都大幅下跌 严重拖累了大盘 本周三 欧洲央行会议和希腊大选结果 也将严重影响本周市场的走势 欧洲央行将于1月22日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将决定是否开始大规模购买欧元区政府债券 即所谓的全面量化宽松政策以抗激通缩 据彭博社调查报告 本月宣布的购债规模预计将超过5000亿欧元 此前据彭博社援引欧洲央行内部人士消息 欧洲央行成员在1月7日的会议上 向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 至多5000亿欧元的投资及债券购买计划 对此高尚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5000亿欧元的规模不是个小数 相比之下 美国的QE2也不过只有6000亿美元 本周希腊将公布大选结果 Cheresa阵营主张重新协商希腊的债务问题 这意味着其阵营若胜选 可能会引发希腊、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救援机构的僵局 并掀起欧洲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上周五美国各大指数 在重要的支撑位都出现了一定反弹 短期会持续在现有的水平盘整 或者形成下降的趋势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确认 而中国的股市也从大牛市中来了个急刹车 周一上证指数和深圳城市集体低开低走 如果说上午创业板指数高涨 还能给投资者带来一丝新闻 那么下午创业板的终结 则加大了投资者的迷惘 上证指数短期之内出现了疑似双顶的形态 可能会进入一段时间的调整 而从月线上面看 投资者面临3500点的强势压力位 如果想要向上突破 可能需要更大的量能才能实现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美金 美金投资朋友说 投资美金到底投资什么 可以投资UUP 我觉得 我觉得给大家看这张美金指数的图呢 它也和中国股市非常相像 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盘整区间 即将出现一个breakout 我觉得它的催化剂呢 将是在本周三这个欧元的量 量化宽松这个量有多大 如果说我们这个欧盟加大 它的量是非常大的话 那么欧元必然是要下跌的 OK 那欧元在美元指数这个比重呢 是非常的大 这会推动这个美金的快速的一个上涨 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突破的话 突破我们可以看到92.33前期压力 本周收盘最高是93.57 所以如果说本就是应该说本月 上涨了2.62个percent 整个美元指数 如果93.33breakout的话 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情 非常大的一个行情 我觉得大家可以投资UUP 这也是我在节目里一直说的 跟大家说美金这个强势非常明显 但不一定代表说美国的股市会涨 因为这个美金的上涨会对这个美国的股市 上市公司的压力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S&P500的earning很多来自于怎么 来自于这个全球的这个销售 第二点美金的上涨会造成commodity的价格的 再度的一个下滑 再度的一个下滑 下面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呢 就是黄金 黄金这个走势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前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强调 大家要去关注黄金 无论说今年白银上涨13个percent 黄金接近10个percent的一个涨幅 8.21个percent的涨幅 所以这个breakout的话 黄金的走势呢将会非常非常强 大家可以选择ETF GOD GDX NUGT等等这些品种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投资一些黄金的个股 好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早上谈前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谢谢 投资者请注意 2014年中国股市几涨百分之50 美国上市公司 中文投资网 代号CIIX 值得关注 预测2025年 中国将有六亿中产阶级 这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 CIIX 是全美唯一一家华人上市财经公司 股票代号CIIX C like Charlie I like Irish I like Irish 记住是两个I X like X-ray CIIX 官方网站 www.chinesesfm.com 美国代号CIIX 发行盘918网络 流通盘380网络 字幕统